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超市啊或者是商店或者是餐廳的開箱 今天第一站呢我們就來到Target 大家你們可以想像Target有點像是佳樂福的概念 但是它比佳樂福還要再更高級一點的感覺 它裡面就是什麼都有 很多人都會在這裡買食物啊 或者是一些居家的商品 今天就帶你們看看裡面究竟長什麼樣子 好首先第一區呢來到女生最愛的地方 就是化妝品區啦 大家在這邊你幾乎什麼樣的 就是可能開架品牌都買得到 像是很有名的Maybelline啊 或者是巴黎萊雅啊 或者是一些很多指甲油品牌 這裡也都有 大家如果平常看美國的化妝品開箱 如果是開架的話幾乎在這邊都買得到 這個是新出的唇蜜 我自己也還沒有試過 但是它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我猜之後台灣也有可能會出 我自己非常喜歡美國這邊的開架的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有非常多不同色號的選擇 因為在美國這裡就是有不同的膚色 所以你可以從超級白肌到非常深 像是台灣的開架很多都會只出可能五個色號 可是五個色號有時候 根本就沒有辦法兼顧到全部女生的膚色 像是我夏天的時候有時候膚色比較深 就可能會沒有辦法在我們的開架買到就是 那麼多的色號 有時候你可能一定要去買專櫃才買得到 所以我個人非常喜歡他們開架有這麼多色號的部分 還有像是他們的遮瑕也是你們從淺的色號到下面 這種很深的色號都看得到 像是很有名的叉叉筆 這就是一個非常深的色號 這個也可以拿來當作修容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這裡是巴黎萊雅的區 有很多都是新出的 像是這一個粉底系列 台灣都還沒有上 我蠻期待有機會可以買回來試試看的 接下來進入呢是美白牙齒區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如果你們在看那個西方人 他們的牙齒都非常的白而且很大顆 我以前也會想說會不會只是電視上的人牙齒漂 其實他們這裡當地美國人真的很多人都非常注重 他們的牙齒白不白這件事情 你們看我身後的這一櫃 這些全部都是Chris 3D的 就是美白牙齒的系列 像在台灣就只有一款美白牙齒的甜片 但是在這裡有各式各樣 從牙膏到貼片 你們可以往這邊走 他們還有賣這一種是照燈的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居家美白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種類 我覺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機會來美國的話 一定要來這裡囤貨一下 因為他們這裡的美白牙齒的產品 真的選項非常的多 好接下來這一系列呢 是我個人最愛最愛最愛的一區 就是家居用品區 在Target這裡他們有賣非常多 就是很漂亮的家居用品 在美國這裡大家非常熱愛裝飾家裡 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注重生活品質的一個國家 我自己這麼覺得 他們在不同的季節啊 或者是不同的節慶的時候 都會換他們的裝飾 給你們看一下 他們Target裡面有賣哪些不同的東西 像是在這裡可以買到很多不同的小家具 就是可能櫃子啊或者是椅子 桌子這種在這裡都可以買到 而且他們的價格都不會說到太貴 你可以用就是還蠻不錯的價格 就買到很漂亮的家居產品 像是你們看這裡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椅子 這個放在家裡真的都超級美的 你還可以買到地毯啊 或者是像這邊有很多不同的被子或者是毯子 你們看它放到房間會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可以製造個舒服的家居空間 真的非常的棒 還有這裡是廚具的系列 他們的盤子啊或者是杯子 都做得超級漂亮的 接下來我身後這一區塊呢就是食物區 在這裡可以買到非常多的冷凍食物啊 或者是咖啡啊醬料之類都可以 除了就是一些生鮮食物可能比較少之外 幾乎所有的食物你在這邊都可以買得到 在我身後這邊是情人節的區塊 因為最近情人節快要到了 他們在這裡不同季節都會上不同的東西 像現在就賣超級多的情人節巧克力 你可以買個超級大的這個拿來做告白 或者是送給你的男女朋友 我覺得超可愛的 接下來進入最後一區是衣服的地方 我個人非常喜歡美國這裡他們有 很多不同衣服的尺碼的model 你們看後面這個 在target這邊他們非常注重就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就是穿衣服的權利 所以他們就是會有大尺碼的model 不會像台灣都是一些就是瘦布垃圾的model 不同身材女生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穿的衣服 而且不需要就是覺得可能害羞啊 或是覺得自己好像太胖之類 我覺得這是這裡很棒的地方 你們看他們這裡有個我覺得很棒的機器 就是你可以自己在這邊掃條買 就知道一個物品的東西多少錢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找不到服務人員啊 你就可以自己拿 譬如說你想用旁邊的這件衣服 拿著這個的tag掃這邊 他就會跟你說這件衣服的價格 有時候他會跟你說他有沒有什麼優惠的折扣啊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台機器裡面看到 我覺得這台機器超棒的 應該就所有的大超市都要引進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target開箱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有星巴克 在這邊有很多target裡面都會有一間星巴克 或者是target裡面他就是會有一間咖啡廳之類的 就是他們可能覺得在這邊大家會想順便帶一杯星巴克走吧 今天我分享的都是一些我覺得比較重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些小東西可能一些可能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電器產品沒有分享 其他我覺得就是蠻特別的地方都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的美國商店開箱的下一集呢 會跟大家開箱非常有名的Trader Joe 所以大家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請繼續鎖定我的頻道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這裡